水對我們身體非常重要 不管是我們的器官啊 還是在身體上面 都是非常需要水 去維持我們的生命 維持我們的健康 現在台灣的食物呢 其實真的是越來越嚴重 那我們一定要喝到乾淨 而且健康的水 我們身體健康呢 才可以持續的去維持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我們的可家媽媽進口口氣 為什麼要選擇可家媽媽進口口氣 上面有兩個大字 要用泉 那各位老師知道泉泉是什麼嗎 它是一種就是沒有受過污染的泉水 它是從地底下泡出來的 那這種水呢 雖然是沒有受過污染 但它可以喝嗎 它可以直接生泥 其實也不行 因為它流出來之後呢 可能會經過附近的輕拍啊 或者是流過的地方受過污染 這個水還是會變得太乾淨 但是呢我們來加媽媽進口口氣 我們模擬我們用專業的技術呢 模擬大自然的一個製造的方法 然後讓我們可家媽媽進口口氣呢 可以製造出像有泉一樣的水水 讓老師做飲用 讓各位會員去做飲用 讓我們身體呢可以喝到健康 而且又口感非常好的事情 那我們這邊可以來看一下 我們阿富三我們家媽媽進口口氣的器 三個大功能和作用 第一個是我們進口的作用 就是我們多種的特殊活性看呢 它可以消除水中的一些化學物質 大家有聽到 水中的化學物質呢 其實身體每天都必須要喝水 那在喝水的當中呢 我們一定會在身體累積很多的毒素 那這些化學物質呢 我們長期的以後 在身體累積無助 會造成嚴重的一個傷害 那最後呢 就是我們活水作用 第二個就是我們活水作用 這個活水作用呢 就是我們的 Glamour進口口氣裡面呢 有數種的活性的一個陶瓷 它可以去調整水中的 無基礦物質的一個含量 讓我們的礦物質增多 而且可以讓我們的水 pH 水裡面的pH值呢 呈現在一個弱解性 讓水更健康 然後我們噴噴下去的水呢 口感會更好 那最後的作用呢 就是能夠去除 我們水中的細菌和黴菌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 不管是在 從在賣水場的水啊 到我們家裡 其實中間經過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甚至有些人 家裡的水管 比較老舊 裡面也會滋生 黴菌或者是細菌 但是我們不要讓它進口水器呢 就是可以把這些細菌和黴菌 細微的一些有害物質 讓老師都可以喝到 很乾淨的水 那這邊呢 就是一個製成過程 就是可以看到說 從右邊開始 就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的一個突化作用 那就是可以用 把我們的 無害爆血物質去除 然後再來就是 活水的一個作用 可以增加我們 可以去調整我們 在水裡面的一個pH值 可以維持在弱解去 然後我們的水裡面的 空子含量呢 也可以增多 那最後呢 進活水的一個功能呢 就是可以在最後的時候呢 把細菌和油害物質 再做一個過濾去除 最後呢 老師們 只要打開水溫後 進到我們的 等一下媽進口水的水 就可以喝到 非常健康 而且口感非常好吃 那這邊呢 我們有針對 就是我們濾心裡面 去做一個礦物質的一個研究 那我們濾心裡面呢 總共會有七層 那其中有幾層呢 特別拉出來跟老師做一個介紹 就是我們裡面有個特殊的活性炭 它可以去除水源裡面的有害物質 有害物質 有害物質有什麼 例如說我們核酸裡面 有時候會有 宣物業的一些 糞便啊 或者是會有一些 例如殺除劑 或者是農氧 其實都會流入我們水源裡面 造成有害物質 那有這樣的特殊不性炭的話呢 可以去除這些有害物質 也可以能去除異味 所以我們可以讓水 很多老師都有朋友 我喝起來真的 口感好 喝起來 可以回甘 會有奇怪的一個味道 那阿瑞莎呢 還有一個特殊 就是CRC的活性炭 就是剛才有講過的 它可以改變我們的水質 增加我們無機礦物質的一個含量 那也可以讓我們的水的口感更加的好 喝下去呢 不但對身體呢 有一個營養的補充 那在我們喝水上面呢 也會讓我們一些人 不太喜歡喝水 變得非常喜歡喝水 那補充水分呢 對我們身體 是有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的抗住活性炭 它可以消除水中的細菌 和殘留的一些化學物質 那這些化學物質呢 那細菌呢 對人體的傷害 剛才有說過 那阿瑞有介紹 現在水物量也很重 其實長期的機會造成 慢性的疾病 或者是不可能膩的疾病 所以其實這個抗住活性炭 你可以消除水中的細菌 和化學物質 就可以讓我們喝到很乾淨的純水 而且又不用擔心說有任何的異味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有一個除炭的部分 它可以吸出 吸出我們水中不好的味道 而且它的礦物質含量 高於一般的木炭 一般的木炭 所以它裡面的礦物質含量非常的多 那最後一層呢 有我們的中空絲膜 那中空絲膜有0.1微微的一個技術 那它就是可以 去除掉很多的 有害物質 化學物質 或者是細菌 和黴菌 但是呢 它還不是可以讓我們的礦物質通過 所以我們呢 可疆拉筋 我們這些優勢就是在說 它會把不好的東西給去除掉 但是對人體有幫助的營養 它還是可以繼續的 移動給我們身體 並且在我們水中呢 給我們會員 一個健康 又乾淨 又好喝的一個熟睡 那在可疆拉筋 我們就濾芯之前呢 也有一個第一道法官 它的名字叫做前置濾芯 它的功用有的是 為自然水的第一道水質過濾 然後它可以保護我們 並維持我們濾芯的一個使用期限 那它是用在自然水質比較差 你看剛剛阿娜有提過來 其實各個地方都一樣 可能水質比較差的地方 或者是家裡水管管線 比較老舊的一個家庭 因為它就是在前置濾芯前面 它可以做第一道的一個水質的一個出過濾 因為其實董哥老師不知道 其實我們台灣的自然水 是有通過檢驗 但是那個檢驗就是一個基本值 那我們想要喝到的 是對身體健康 而且又好喝的水 所以其實通自然水 通常到我們家裡的時候 經過的管線啊 或是經過的一些地方 不一定這麼乾淨 肯定也是會有很多的細菌 或是不好的物質 那我們的前置濾芯呢 就是可以幫我們在濾芯之前呢 先做第一道的一個保護 和一個保養 就是出過濾 那在這邊做了一個出過濾之後呢 我們的比較麻糬的嘴氣 也可以去保護到比較麻糬 或者是濾芯的一個使用期限 那這關老舊的家庭 和自然水較差家庭 就是非常適合重的前置濾芯 建議是每個家庭都要使用 兩層的保護和過濾 讓我們喝到更加乾淨的水 那這邊呢 也是要讓各位老師了解一下 為何要選擇我們安露薩淨火水器 因為其實現在網路越來越發達 然後其實每個人家裡的器 都有淨火水器 那為什麼要選擇我們安露薩的淨火水器呢 第一個就是日本人裝淨 各位老師也知道說 日本人在製造產品上面非常的嚴謹 而且就是我們總公司特別 對台灣的水質去做研究 而且特別研發的一個器材 所以對台灣的水質呢 是非常非常的有研究 然後也非常了解 那這樣子的一個產品呢 在品質保證上面呢 是絕對可以放心的 那它完整保留水中的荒木質 我們0.1為1的一個公公司 它可以去注入有害物質 但是保有人所需要的礦物質 然後可以促進我們的身體健康 這個叫你像我以前 在看很多人去打一眼 可是打一眼的時候呢 它可能是幫你的皮膚變好 可是它可能 在打的時候呢 連一些好的細胞都一起打掉 但是我們的淨火水器呢 不會相當的一樣 可能是可以把不好的東西呢 去除掉 但又可以保留人體 需要的一個礦物質 讓我們的身體 可以越來越健康 還有高效忽略的一個裝置 可以有效的清除水中的雜質 那第四個呢 這個真的是 這個學員非常喜歡 比較麻煩性的問題 就是它不用插隊 也不用煮費 也不會產生廢水 那最重要的是 它就是 可以剛好引用這個 它就是小小一台 還能站的空間 而且不用插電 然後打開 就可以直接喝水了 這是兼具我們現在 很多屋事人 或者是很多工作忙碌的人呢 對啊非常方便 CP值非常高的一個 辛苦火水器 而且每日呢 只要不到2元 因為我們的濾芯 主要是9500元 那其實換算下來 我們一年 需要喝的 只用濾芯的水量 是差不多8000元 那這樣算下來的話 其實我們一天 真的化不到2元 就可以無限上 這樣的泉水 我老實想想 既然想要喝到 一些乾淨的水 或是好喝的水 會不會去便利商 硬碼 泡泉水來的 可是我們泡泉水 最便宜的 至少也要10 要15塊 那甚至有一些高級泡泉水 跟他們說 他是三泉水 或是什麼 製成了營藥水 但是我們 我家媽經營 已經一天 一到兩塊錢 我們就可以無限上高級泡泉水 所以每一個人 家裡如果有上來 我們家媽經營 就是每天都可以得到高級泡泉水 真的是 每家媽經營 真的是各位老師 非常需要的一個選擇 接下來第2個就是簡單好操作 像我老弟是熟 有點笨 我覺得 在操作一些東西的時候 都會用得好 然後 甚至覺得說 像我爸 你只會叫我修一些主廚師 換燈泡 那個東西都會換得有點 就是 撇撇這樣 但是可惜他讓他清火水器呢 我覺得他非常好操作的地方是 根本不用任何的器具 因為我家以前也有裝一個 進火水器操作這麼大的 哇 你要換他的律星 你是要用那個 Live 去把它轉開 然後或者是 有時候還轉不開 還要請專業的模式來拆開 那真的非常的累 然後也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 那我們可見 他媽媽進火水器呢 不但好操作 而且真的 家裡真的隨便一個人 只要看過我們的影片 學過我們的操作 其實輕輕鬆鬆經營 就可以完成我們的安裝 那這邊呢 我也要跟各位老師呢 示範一下 就是如何將我們 我家媽媽進火水器的 那個機械換旋船呢 放到我們的水龍頭上面 一個簡單的一個操作